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面带给你欢乐 如果你在正面就顺境善缘 在这个状况下一切都是很顺利的 你要起贪念 生欢喜经也错了 为什么 气情无欲是烦恼 圣经里面没有贪念 逆境里头没有怨恨 永远保持心底的亲近平等 这才叫幻灭美金 了解真相是看破 了解真相 凡手有相皆是虚妄 金刚经上所说的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眼 什么叫有违法 有生有灭 你看哪一法没生灭 东吴有生老病死 植吴有生主一灭 旷吴山后大地有陈主怀空 没有一样 不失有生灭 即使有生灭 你就晓得 这个现象从哪来 就是刹那的现象 急剧 就是弥勒菩萨讲 一坛值三十二一百千年 就那么起来 念念都不可得 所以这一切境界下 你可以享受 可以享受 你不能执着 你不能占有 你占有不到 你身体都不能占有 身体我要能占有 我年年十八多号 我永远不老了 我就占有了 你占有不了 他刹那刹那在变化 所有现象都是幻化的 包括 佛经上讲的 祝佛如来的舍暴状元图 舍暴状元图 他的变化非常缓慢 所以你我们在这个念这个极乐世界 描绘极乐世界状况的时候 极乐世界人长生不老 不病 没生病的也不会涮老 极乐世界的花永远不谢 什么原因 因为那个地方的居民 心里面的时候 没有分别知足 他为什么还有现象呢 因为他有起心中间 没有分别知足的时候 他的变化就变得非常非常缓慢 时间再长 他永远年轻 就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得了 我们把烦恼吸气通通放下 我们在这个世界 那个衰老的速度就渐缓了 就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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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 那些怪物 有什么怪物 很多怪物